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瑞的失望是追心的绝望 当这案按照朝廷的旨意结案后 海瑞那颗心已被悄然而来的萧瑟西风 先于树叶而飘裂 他向赵真吉递交了此城 回到了淳安 等到批文一下 便些老母亲女归隐田园 阿爹 阿难 回来了 回来了 阿爹回来喽 阿婆呢 阿婆在厨房里 阿母在厨房干什么 刚回家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 阿母在厨房做饭呢 岂有自理 儿子不孝让阿母受累了 阿母 择怪你媳妇啦 儿子当好好择教育她 快五十的人了 还是改不了 什么事不问清楚就择怪人 进来 阿母 告诉你吧 你媳妇怀上的 我蒸了一碗红枣鸡蛋 给她补补身子 就算咬身晕也不过一两个月 难道连厨房也下不了了 是我不让她做的 试过了 演的一坛子酸黄瓜 都快吃完了 这下子我们海门有后了 是 海老爷回来的事 你们都知道了 他在省力办案出了差错 辞官的帖子赵忠诚 已经递到朝廷去了 刚才见面 他跟我交了底 说在朝廷的回文到来之前 他不便理事了 要我多操心 你说我这吃八品的俸禄干七挺的差事 我这也不知走了哪个被子 二老爷放心 我们在您手下当差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规矩大家都懂得 功劳苦劳都摆在这儿 说不定朝廷回文就是让二老爷您接了本县的支县 那是情理之中的事嘛 清良男人二老爷只管发签子 也是 自从海老爷来了之后啊 我那牢房时间倒是有酒间是空着的 老爷 这刁民盗贼也该去拿些了吧 是啊 是该拿些人了 赵忠诚的文书昨天就下发了 这冲安县那么多农户丧户 借了制造局那么多的粮食 啊 现在不愿意还私了 这还了得 半个月之内 至少收缴一万弹私上来 借到省里去 凡不肯交私的 就把他关到牢里去 兄弟 你那里人手够不够 不够跟我说一声 我那里二三十号兄弟都可以帮你去拿人 我说啊 想去你尽管去 不过兄弟有言在先了 这牙里的补贴我可没办法分给你 不用不用 我那耗子里关了人 还能分女孩的补贴吗 哈哈哈 能少拿人还是少拿人 啊 只要百姓安守本分 看把私交上来 那正卿人和 我还是要紧的 是啊 这是二老爷一片爱民的心 我们理会的 眼瞎呀 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 周里啊 给我打了招呼 说胡不堂的公子要从老家来 从我们重安县经过 我掐算了 就再精明两天 说完话我就要到驿站 什么事情都要事先安排好了 啊 送走了胡公子 再办催丝的事情 啊 这个大呼不得 按常列 不堂的公子 就得按不堂的待遇伺候 我这就拨六百两银子给二老爷 二百两办饭食草料 四百两至敬 饭食草料用现银 至敬最好用银票 知道了 现场 有什么说呀 属下曾经听二老爷说过 过阵子就是海老爷太夫人七十寿臣 原说大家凑个份子喝一下 咱们还喝不喝 这个 这个 按理啊 同僚一场 我们应该去喝这个寿 可是海大人这个人你们都知道 不喜欢这一套啊 况且 又是戴罪宰家 是 卫大侠 就是 别去草成热闹了啊 别给他添乱子了 那就 我不去添乱子了 我添乱子了 各忙各的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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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一岁的时候 你阿爹中了秀才 却怎么也不肯再去考举人 当时他给我念了两句诗 是 苍浪之水清晰可以灼我阴 苍浪之水灼熄可以灼我阻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朝政太腐败 还告诉我这两句诗啊 是古月歌 我们淳安县是不是古时候的月果呀 你阿爹当年不肯再考举人 你现在不愿意再做官 都是一个道理 阿母理会 说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话吧 有紫万世族 无官义身轻啊 有海南老家几十亩田 还怕死亡 他养不活我们一家无口 等阿母抱了孙子 我在官场上 没了官物缠绕 我便好好教育他 就像阿母教我儿子一样 过一阵子我就七十了 能抱到这个孙子 我就能够安心地去见你阿爹了 阿母您仁德天授 余鼎啊 还能够等到暴增孙子 快到阿母大吉祥的日子了 儿子虽有几个朋友 但是也没有办法来给阿母祝寿 儿子心中惭愧啊 好 有你在 有媳妇在 虽然还没有生 有孙子孙女 我也就知足了 成两斤肉 我们一家无口自己庆贺 好 阿婆 阿婆 我要吃阿母做的炖牛肉 去 你阿母是双身子不能干重火 过几天阿婆给你做炖牛肉 红枣蒸蛋吃了没有啊 吃过了 阿母这样顾着儿媳 儿媳真是担当不起 不过李太医走的时候 却曾说过了的 有身余要做点活 千万不能坐着躺着 李太医说的是 没有一定要听的话 大夫的话听一半不听一半 我说了 从今往后 做饭 洗衣这些重活都不许干 是 是 阿婆 我也要放歇 孩子懂了 我说的 是 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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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 好 我说的 有 我说的 我说的 集圣 买菜了 买菜了 来 新鲜的蔬菜 来 来 上好的茄子 来 看 吃辣椒 来 来 看看 买菜了啊 买菜 有茄子啊 来一斤辣椒 一斤茄子 好好好 奇怪 这条街上哪卖牛肉 看来客官不是本地人哪 路过跪地 做点生意 你问我还真问对了 昨天上淮村李二家的水牛摔死了 那现在正在南门那边卖呢 多少钱啊 十文从钱 多谢指点 来 再搭根葱 客官拿好了啊 拿好 别这么客气嘛 站住 站住 慢走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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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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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跑到这儿去了 快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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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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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抓到牢里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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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走 他怎么在这儿 不是说他代罪在家不理事了吗 代罪了便不日光 告诉他这是二老爷封赵忠诚的命令 教我们干的 我在这儿看着人 你去说 我也没叫你来 来了你又这么怕 胆子这么小 怎么说话呢 各干各的差事 什么叫胆子小 要不我跟他说你看着 看咱们俩谁等他笑 小的见过海老爷 为小 县衙公干之园 见了唐尊行什么礼都不知道吗 不是说 您老在家里代 代代代代什么代 代代罪嘛 你听谁说我在家里代罪 我我我我我 我听二老爷说的 二老爷叫大老爷在家里代罪 大明朝的王法什么时候改的 海老爷 小的知错了 凭什么抓百姓 抢百姓的生思 回海老爷的话 二老爷说 侍奉了赵中成的命 淳安县的百姓借制造局的粮 要现在立刻拿生死还粮 你是县衙的老头 你为什么也出来抓人 大老爷 一时间赵班头那儿人手不够嘛 叫小的过来帮帮忙 我看你们是想把淳安县的百姓都给抓了 不不不大老爷 这可不干小人的事 上有二老爷下有赵班头 小的就是临时调来帮手的 起来回话 田县城现在哪里 回大老爷的话 二老爷听说 胡不堂的公子来了 所以特地去驿站 伺候差使去了 伺候差使 胡不堂的公子是朝廷的什么官员 没听说有什么官职啊 你现在就去驿站 把那个跳路给我叫来 你告诉他 现任的纯文之县海瑞不带罪了 恐怕还要升官 我在大堂等他 海老爷 这事就别让小的去了 你去不去 不去 现在就免了你的老头 谁去 别别别 大老爷 我这就去 我这就去啊 我我马上去 赵班头 你可叫你的人把百姓都放了 是 把东西都还给他们 然后都到大堂来见我 想到这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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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放了 好 快 快 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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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不要跪了 谢谢 起来 谢谢 该干什么去干什么 你看你们又没犯什么王法 我又不在公堂上 不要见者就下跪 起来了都起来了 起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老爷 谢谢 谢谢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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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爷 小民老花了眼 就运出海老爷 这钱请海老爷拿回去 这点辣椒茄子 那 那是小民自己种的 小民种的 海老爷你要看得起 就算小民送给海老爷 买你的东西付你钱 于看得起 看不起无关 老张既有这片好意 你能不能帮我办点事情 可以啊 只管分货 海老爷 你去南门外 南门 对 南门外 帮我买两斤牛肉 送到县崖后宅我的家里去 钱不够 家里还会给你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部的 都在 reveal 看着 内容 三公子 来 禀大老爷 我把二老爷给你请来了 卑职见过唐尊 站着回话 问你一件事情 唐尊请问 为什么派人抓百姓 抢百姓的生思 唐尊这就有所不知 今年我淳安县跟制造局 借了那么多粮食 现在也到该还的时候了 这里是巡抚衙门赵中城的公文 唐尊是否一看 你口口声声称我为唐尊 省里的公文却揣在你的怀里 还问我可否一看 唐尊已向赵中城递交了辞城 赵中城的公文自然就下给属下了 省里的公文是直接下给你的吗 回话 公文自然是下给淳安县的 可是巡抚衙门的上差 是亲手交给属下的 多多怪事 大明官制载有名文 现任官不管是调任还是辞任 都要有吏部的回文 吏部现在还没有回文 免去我的淳安知县 巡抚衙门 却将公文直接交到你的手里 你也竟拿着公文擅自行知县之事 淳安政堂的大印就摆在这里 你是不是也要拿去 他 这 汤 汤 汤尊 你 你不是跟属下说 叫属下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我是在戴罪等候处置 你竟当着衙门的宫人到处散步 说我已经戴罪了 那好 那请问 我戴的什么罪 这戴 戴罪的事 卑职从来没说过 谁敢如此挑拨献尊献成 田献成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 挑拨献尊献成 这可不是轻罪 不说二老爷 你可说过的 说海老爷在省里犯了错 正在家里戴罪 这话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听见 怎么反倒说是小的们挑拨了 或许是二老爷听信了误传 是 是 是不是误传 是 是误传 那既是误传 这就是说我并没有戴罪了 那你怀里的那个公文 是不是该给我看看了 沈医师当时将粮运到淳湾县 跟我说的明明白白 这些粮是制造局奉了圣命 朕继淳湾县百姓的栽粮 万民送圣之声优哉 为何要讨回皇上 朕继灾民的粮 这个公文 余理不大 余事不合 不能听从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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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擅自私毁巡抚衙门的公文 这个罪 这 这 这个罪我们可担不起呀 有我在还轮不到你担罪 你的罪我正要问你呢 我有什么罪呀 你的老父亲 为何不接回去凤阳 我大明朝已孝治天下 身为朝廷命官 虐待老父 忤逆不孝 这便是你的罪 身为淳安正堂 属下犯此忤逆之罪 这才是我分内当管之事 参你的公文我已经想好了 写完后 我会立即成交督察院 他 倘尊明察 卑职本已将家父 皆会家去凤阳 可家父与儿媳不合 他自己又搬出去了 与儿媳不合 你是干什么的 倘尊明察 自从倘尊奉命去办清案 整个春安的事 都有备职一人担着 忙得卑职是焦头烂额 家里的事实在是管不过来了 自己的父亲管不过来 上司的儿子倒去孝敬 是 唐孙 卑职是县城啊 礼敬唐尊是规矩 礼敬胡不堂更是规矩 整个大明朝各州府县 都是这个例子 卑职只是接待了一下胡公子 哪能说得上是孝敬 唐尊这个说法卑职万难接受 你是怎么接待的 他从我重安县经过 我们是主人 他是客人 自然按遗嘱待客之理接待啊 二百两银子的饭食费 四百两银子的致敬 这些银子 都是你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 一毫一礼 君士民指名高 一个庄护人家 一年穿衣吃饭 也不过五两银子 你一次出手 就送走了六百两银子 张淑丽 你管钱两 你替我算算 六百两银子 是庄护人家多少户 一年的衣食钱 算不过来是吗 回堂尊 是一百二十户百姓 好一个遗嘱待客之礼 你一次出手 就是上百户人家 一年的衣食银子 你这个主人 做得真是大方 你说我大明朝各府州县 都是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写在朝廷的哪个条文上 拿给我看 你以前见过胡不堂的儿子吗 回堂尊话 以前没见过 胡不堂本人我见过 而且有过深谈 他本人就对搜刮民财耗费官堂 以非私囊深恶痛绝 要真是他的儿子 就不会接受你这样的致敬 接受你的致敬 就一定不是胡不堂的儿子 拿我的签 带着柴翼 把这个人抓起来 你亲自送到胡不堂那里去 唐尊荣禀啊 这是州里跟卑职打了招呼的 这个人确实是胡公子 再 再说了 那四百两至敬的银票 还在卑职身上 并没有给他 只是 你让卑职把胡公子 押接到胡不堂那儿去 卑职万万不敢接这个差使啊 不接这个差使也可以 那就脱下你的官服官帽 等着账四十 留三千里吧 唐尊 卑职究竟犯了什么罪呀 你要这般置卑职于死地 我没有叫你去死 也不可能置你于死地 我置你是按照大明律的条文 为了巴结上司 拿官堂行贿朝廷大臣 置胡不堂已收受贿赂的恶民 其罪一 你也带亲生父亲 忤逆不孝其罪二 大明律你那里也有 翻翻看 翻了这二条 是不是账四十留三千里 唐尊念在这几个月 卑职伺候您的份上 您从卑职 先把家父接回家去奉养 再把胡公子 当然不一定是他了 再把那个人送到胡不堂那里去 父亲 我会安排人去接 卑职就去 卑职马上就去 卑职立刻带人 把那个人送到胡不堂那儿去 去吧 你带些人跟我走 你 你 跪下 老 老爷有什么吩咐 天县城派你的差事 为何不搭 什么差事 小子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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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人 小子这就去 小子这就去 快 你不用去了 这个赵班头 在街市上遇见我 以为我带罪在家 便视若不见 此番 又见田县城有了干系 更是置之不理 可见这个人 平时对小民百姓何等凶恶 常言道 身在宫门手握人命 如果你们都像他这样 淳湾县的百姓 不知该遭多少罪孽 王老头 小子在 你不是抱怨 你的牢里是空的吗 现在就把这个姓赵的班头关进去 听候处置 是 走吧 老爷 小子虽然有错 但也不至于坐牢啊 无事上命 灵虐百姓 你不坐牢 大明朝就不用再设牢房了 带下去 老爷 老爷饶命啊 带走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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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饶命啊 老爷 快走 老爷饶命啊 这 你们两个跟田县城去 是 走吧 你们都过来 你们都过来 纯安今年全县被验 家家户户 颗粒无收啊 有很多倒塌了房屋的百姓 至今还住在窝棚里 全指望这些生死度过荒年 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 居然还到处抓人 夺民口中之时 你们于心何忍 巡抚衙门追税的公文 我已经撕了 请求朝廷免税的公文 我也已成了上去 有人不想让淳安的百姓活 可是朝廷不会让淳安的百姓死 从今天开始 任何人不得向百姓追讨税赋 尤其不许抓人 谁再抓人 就去牢里 跟那个姓赵的班头做伴去 听到了没有 是 其实赵真吉何尝想让智下的百姓去死 前方抗拨急需军饷 可沈一时之访 却因生死短缺日日减产 几个归商又因多方产业 至今未能归到他们名下 急于抽身退出 这更让赵真吉忧心如焚 现在每天的质量是多少啊 现在每天能支一百匹 过几天只怕要停工了 为什么停机 不瞒忠诚大人 我们的本钱也有钱 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买私了 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要开工钱呢 半价买私你们都拿不出本钱 当时为什么签约书 告诉你们 耽误了朝廷的大事 胡堂也保不了你们 做生意我们也不要谁保 只讲一个新有儿子 对 赵仲长 你能担保按约书给我们兑现吗 是啊 谁说不按约书兑现了 枝鸡一天也不能停 五十万匹丝绸一匹也不能少 谁敢停机 我不抓人 请你们的本家胡不藏 拜命抓人 这 这 卑职叩见忠诚大人 海之县已经递了辞城 我说了 淳安县的事由你来熟理 又闹出什么了 忠诚大人 把追讨淳安百姓千良的差使 交给卑职去干 卑职好不容易派些人下去收私 海之县却把他们都叫回来了 巡抚衙门的公文没给他看吗 怎么不回我的话 被 被 被之实在不知道 怎么跟忠诚大人回话 如实回话 海之县 把巡抚衙门的公文给 给扯了 海之县说 制造局的那些粮 是皇上 赠给淳安百姓的赈灾粮 谁要追讨 就是玷污圣明 于理不大 于事不合 他还说 说淳安今年是仲灾县 他已经承闻朝廷 请求免去全县赴税 这个人难道真的是脑子有病 什么病 什么病 对抗上司 对抗朝廷的病 二位在这里都听到了 我要尚书参奏 请二位也向宫里秉奏 我们一定如实秉奏 把胡不堂的公子也扯了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 这儿 周历给卑职打招呼 说胡不堂公子来台州看望父亲 从淳安县经过换船 卑职只是按照惯例接待了一下 海之县就说 卑职是奉承上司 还说胡公子是假的 命卑职押送给胡不堂 卑职不按他说的做 他就要行闻督察院 参卑职的罪 忠诚大人 卑职在春安 实在是没法干下去了 请忠诚大人开恩 就让卑职调个地方吧 来人 大人 送到胡不堂军营的军薰粮草 最后一批什么时候起运 回中城 这一次是好几万人的军婿 还有十几船今天下午才能到齐 到齐后立即起运 剿灭倭寇 这是最后一仗 一粒粮 一棵草也不能短缺 再去催 到齐后三人能运到 到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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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年也有五十六了吗 竟国苦亏空如此 再打下去 回事也拿不出钱给你了 暂且修兵歇战吧 臣也难 大战在即 站在行兵布阵的位置 看看帐外这场大雨 然后再想想这步棋该下在哪里 据属下 十几年与倭寇在沿海作战的阅力 每年这个使命 这场大雨后 都会有一两天的大悟 有利于齐兵突袭 是啊 难得的战绩呀 除水草而居 顺天时而动 这才是最大的力量 有利于齐兵 你无法是可不得的 你是谁 你也没有犯法是有的 你也没有犯法是有的 到底是要有的 你也没有犯法 你呀 为您想也得修兵歇战了 我们就都勉为其难吧 奇节光 末将在 统领各路援军 于庭勿起 权献出祭 遵令 一举巨箭握寇 是 冥家境四十年 第九次台州大战开始 这一战 清剿了为患浙江十年的倭寇残墓 东南沿海无数百姓 保经烧杀云掠的苦难 终于熬到了尽头 奏乐 百战之身 万民之福啊 齐将军 万事之功 万事之功啊 上托圣上红福 胡不堂及诸位大人运筹有方 下赖百姓援重 将士用命啊 胡不堂呢 胡堂大人自开战两个月之后就已经有病 现在仗打完就躺下了 不堂大人让我转告诸位大人 他实在是受不了周传之苦 要在台州歇息几天 两位卿差 把这件事情 直接承奏皇上 大忠臣 安德 我们今天就上奏 子李啊 你无论如何找到李太医 到台州去一趟 给部堂看看 好 我立刻派人去找 给将士们备了庆功宴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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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